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戴车人论YYP评车 今天这个是一个短车评 不会坐太长 因为这台车也不是全新了 但它很多地方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面貌 有一个新的名字 这个车叫做MG5天蝎座 加了天蝎座三个字 其实这个车前脸、内饰、性能 很多地方都是有改动的 前脸现在这个格山、灯都跟原来不一样 包括这个颜色也是新的 这个叫什么激情柠檬色 MG5其实是我之前一直都挺关注的一个车 因为它刚上市的时候 1.5T 170多匹马力那个版本 才卖8万多起步 当时我就满打满算算了一下 似乎是10万块以下马力最大的一台家用轿车 上市一两年也没有什么声音 我当时会以为这个车能掀起一波 这个驾控的小风潮 因为这车子外形也比较动感 然后又这么大的马力 应该年轻人会很喜欢 但是好像真的没什么声音 反倒是最近这一年的 广汽传奇的引爆出来 也是1.5T的发动机 马力也差不多 但是引爆掀起的话题性就要强很多 所以现在这台MG5 它就把自己的一些细节再改动了一下 现在叫天蝎座 然后有一个天蝎的标 后面还有原厂的尾翼 据说是经过风洞处理的 这里有开口 然后还有原厂的四出排气 也配上一个特别的颜色 所以就加了这些东西之后 他们希望让这个车至少在话题上 能不能追赶一下引爆 包括性能也提升了 然后里面还加了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说这个后面的玻璃 你看 现在就是用了特斯拉Model 3的这种玻璃 引爆的高配也是这种玻璃 这个车预售价是9万多到11万多 比原来就是贵了1万多块钱 现在11万多的顶配就能给你这样的玻璃 我觉得这个在性价比上 也会让很多年轻人好像是比较难抗拒 然后你看这车里面的安全带 5条安全带全部是这种黄色的 但这个里外的黄色就不太一致 座椅也做得挺精致 这个是后座的情况 基本上就是一个正常的轴距2.7不到的车 正常的水平 然后看看它的前排座 整个设计我觉得也是很有动感 你看它那两张座椅的配色 上面还有一些MG的缝线 这些地方做的还是不太像一个便宜的车 坐上来之后 这座椅其实是软软的 坐姿有点高 坐上去很软就没有什么运动感 两边的包裹其实也弹不上运动 这方向盘倒是有点运动的 上下这样横切了一下 然后最明显就是这个车机 两个12.3寸的车机 两个屏幕都是挺大的 这样连成一体 据说它的芯片用的是8155芯片 据说我没有去查证 也没有办法去查证 但它操作起来的斑马的车道系统 在语音上在暢顺度上 其实都还是可用 我又不会说它特别特别畅生 它没有匹配出那种 超一流的感觉 这个叫斑马自行洛神系统 是一套新的车机 然后也有无线充电 电子挡杆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这里有个Super Sport 就是超级运动模式 按下去之后 变速箱还有后面的排气 声浪都会有点不一样 那说到这里 我们就把这个车开起来 我今天主要想告诉大家 这台车开起来怎么样 它到底能不能撼动引包 或者说一些年轻人他们10万块钱 传统都是去买个飞度 GK5到GR9买来改 现在有一个原厂就能给你1.5T 182匹马力 这台车是182匹 这么大马力的原厂改好 有这样的外观 有这样的动力的车 到底开起来怎么样 我们就去开一开 其实我刚才加速的那一下 大家看起来好像很威猛 又有排气声浪 又有一点放炮声 但实际上我仪表上的速度 只有40公里不到 它就是一挡声二挡 内下有一点小放炮 但这部车在提速方面的感觉 其实还是不错的 虽然这个双离合在禁止原地起步 那一瞬间 它稍微会有点油腻 会有点拖沓 但只要速度一起来之后 去到30公里40公里 你只要敢踩它的油门 它动力还是相当扯的 你看我一踩下去 哇 扯着走 再来一脚 来了 这个还是很明显 一种很有后劲的感觉 这个车是181匹马力 250牛米的扭矩 放在一个这样的A级车的车身上面 1400公斤左右的车重 整个推重比这些都是很好的 其实相比动力 我开这个车 我更想知道是它的底盘怎么样 所以我就静止把它开到了 我们市底盘的一条 比较烂的路上面来 前面是一个搓满路 来看看 中低速过 好闪 好硬好闪的感觉 这个车在低速的时候 它底盘就有很直接的震动的传递 我一开始以为是轮胎的气压太高了 但是我刚才一看车载的气压 也就是2.4 正常的胎压 它就是头段的那种震动 基本上过滤不了 就细微的震动 很明显的 很直接的传到这个车体上来 这也让我明白为什么它要用一个 相对比较软比较厚的驾驶位的坐垫 其实你在日常开有一些小的减速带 它能够把那个震动给过滤掉 但是就是刚才那种很烂的路 搓满路它好像是滤不了 无能为力 其实这车的底盘的噪音控制还不错 我现在走这个路 其实很多车在这里路噪声 胎噪声都很高的 但是这台MG5天蝎座 好像底盘的噪音控制 以9-11万的价位来讲算是不错 发动机是很雄亮的一种提速的声音 这车还有一个好玩的模式 就是方向盘上面有一个Super Sport按钮 现在好多的自主性能车都开始搞这个东西了 就跟法拉利的感觉是一样的 方向盘上有个按钮 这个东西 低成本 但是能够极大的强化你的驾驶的这种运动氛围 然后我一按下去之后 我就发现这台车的整个仪表的界面不一样了 变红了 中控台多了一个Super Sport的界面 有一些什么像涡轮增压压力 进气温度 但是这个界面太花哨了 太花哨了 我完全看不懂 然后前面的界面也有一个问题 就是转速的显示非常小 它转速在最左下方 有一个一点几乘1000转 一个特别小的字 基本上只有速度的1分之1那么大 来显示转速 这个很不合理 我就不管转速了 来我试试这台车的 提速的感觉 现在的Super Sport 给油门的时候 听到后面那个排气有一点凶悍的 想要发力的声音 还是有点激情的 来 带着Super Sport进这个弯 我们稍微试探一下这个极限 哇 这个轮胎很抓 哇 这个轮胎 它想是会想 但是轮胎的抓地力相当好 明显是有很强的前轮抓地力 底盘稍微有些软 在过这一弯的时候 我如果动一下方向的话 这个底盘是会晃动的 但是轮胎很抓地 现在遇到一个市区车流 有点堵车 我打开它这个驾驶辅助系统 这车是有车道保持的 也能ACC这样跟车 还不错 这个价位能给到这些东西 然后我发现它的底盘 在中等速度 就是时速50公里以上 再去走一些有起伏的路的时候 其实还算是比较舒服的 稍微软中带韧 有一点那种韧的感觉 但它就没有那种很厚实的感觉 它的震动就来得比较直接 只是说它的动作是柔的 但是细微的 比如说你开过一个接缝 你开过一个小的坑洼 包括你开过那种搓板路减速带 它那一下跟轮胎之间的那种撞击 还是比较直接的 在跟这些车流的时候 如果我用普通的驾驶模式 我发现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 在你突发加速的时候 反应还是会比较慢的 你如果一脚油门果断地跺到底 它就思考大概小半秒 然后一下子给你落到一个档位 把转速拉高来加速 但是如果你是看到前面有些状况 你减速 然后同时又突然加速 就这种双离合变速箱最怕的 我们叫Change Mind 就是你改变主意 你本来想减速的 突然你改变主意要加速 这样才来 基本上要大半秒时间 它要思考 然后降一个档发现动力不够 再降一个档 甚至再降一个档 再多降一个档 连降三档 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 很多余的动作 这就是 这种小排量一点的 或者说低价位一点的 双离合的车都会有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温柔驾驶的 这个问题不突出 但是像这台MG5天蝎座 它本身是在运动属性的 所以我的右脚就经常会 踩多一点油门 动作会大起大落 大收大放 那你跟它急 它就急不来了 用这个Super Sport稍微会好一点 但还是会有这种 突发加速的时候 动力会来得慢一点 你看像我这个弯中超车 踩下去也是等了小半秒 动力才来 来考验一下悬挂贴伏性 还是软了一点 路面有起伏的时候 这个车也会被抛起来 再来一个比较大的起伏 考验一下韧性 还可以 往下砸着一下 支撑力是够的 这车加速的时候 声浪还是挺雄壮的 其实我也分不清 是来自前面发动机声浪 还是来自后面的尾排 两者都有一点 你就能够听到一个 雄壮的声浪在笼罩你 好 我有点对前轮的抓地力 建立了信心了 这弯再试探一下 确实是这个车的过弯性能 比我近期试过的好多 这个价位的车明显要高 而且它的动力也是 明显是有冲劲的 所以开这个车 你还真的是 可以去蹦一下人家的 你可以去蹦谁蹦谁 稍微蹦一下是可以的 然后过弯也可以 摇一下人家也是OK的 这车 不会在过弯的时候 让你撇下来 虽然它的底盘支撑力不是很好 我觉得买这个车 可以考虑把悬挂稍微再硬化一下 就是换一个刚性更足一点的避震 那种贴地感就会有改善 它现在轮胎的抓地性这么好 我觉得这个轮胎可能都不一定换 转向手感在日常开的时候 其实是很轻巧的 但是在刚才比较激烈过弯的时候 如果你出弯 你同时在大脚踩油门的话 这个转向就会有一些粘制 就那个扭力转向 在这个车上是有一些明显的 毕竟这个转向不是一个 很高级很精良的转向 但是要它去应对一个250牛米的扭矩 我觉得有点为难它了 好了 驾驶部分就这样了 我得下车看看这个车用什么胎 为什么会有这么神的表现 哇 这个车即便是这样慢开 还真有点那个意思 排气的声浪 还真的跟一般车不太一样 赶紧看看这车轮胎 米其林的Primacy 3ST 这个我有点没想到 米其林的胎大家肯定会觉得 肯定啦 性能肯定好了 但是米其林胎也是分取向的 这个3ST其实是米其林的一个 纯静音胎 这条胎就是舒适静音的 我刚才也说了 试车的时候我也说它静音不错 所以3ST是正常 但是这个车的前轮的过弯的 那个入弯的抓地性这么好 就完全不像一个3ST的表现 我怀疑这个胎是不是厂家 跟轮胎厂又做了一些特殊的配方 是不是专门搞了一条更加抓地的3ST 还是说最新款的3ST提高了操控性呢 我不知道 这个比较差异 这是我试过的装配米其林3ST 这个胎的最好的抓地力的一台车 当然你是不是说了 悬挂也不错啊 我觉得这个车 悬挂在操控的部分 就是太软了点 如果能够换一套好的避震 能够把它的整个底盘的 那种安定感给加强 这个车会让你开得更有信心 甚至连这个轮胎都不用换 还有在滤震上 它现在这个车是明显是欠缺质感的 在11万这个价位 我觉得这个绿震说得过去 但是也不算优秀 好了 说回这台车 MG5的天蝎座版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 冲着传奇引爆去的一台车 引爆比它要贵一点 引爆要去到12、3万 一个像样的版本 如果引爆要车尾大玻璃的话 要去到13万多 然后还有一台长安的UNI-V 那车比引爆还要再贵1万 这样这个MG5天蝎座 它的性价比就出来了 这个车顶配应该是11万多 其实我今天还不知道它的具体售价 因为我们拍的时候 这车还没有正式上市 但是9万多起步 11万多能拿下这样的 有这样的排气声浪 这样的外观内饰 这样的氛围 这样的车机 这样的入弯表现的家用轿车 我觉得又是一个进步 我非常鼓励中国品牌 去做这些运动型的轿车 因为这种车是需要工程师花 更多的时间精力 在动力上 在底盘调教上 好了 这个车 我觉得买来玩一玩还是可以的 如果是乘买菜的话 你就不要考虑这种车了 这个补充一个有用信息 很多朋友一看到这种大的天窗 玻璃车顶就会说 这个夏天一定会很热 热不热 其实我们是有仪器可以测的 因为我们有代价车 汽车膜这个业务板块 每个车我们都会延长 测一测它的玻璃的隔热水平 告诉大家这个车 我们测的数据 前档和测窗的数据都是很差的 强烈建议大家要贴窗膜 然后车顶前面这块玻璃 也是比较差的 有400多的热力的指数 后面这个是200多 旁边这些都是900多 所以我还是建议大家 这个车车顶和车窗 都是要贴膜的 因为它毕竟这个价位 它不可能给你 特别特别好的玻璃 我们有一些高端车 原厂的这种玻璃顶 能够给到很强的隔热效果 我们都会说 这个玻璃顶都不用去贴膜了 但是这台车测出来 实测数据就不是很好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要贴膜